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想 这里的气温如此低 那么他们肯定用不到冰箱吧 其实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小村庄有四五百户居民 他们每一户家中都会配备冰箱 当地的居民解释到 他们用冰箱不是用来制冷的 而是用来解冻的 因为食物如果直接放到外面 冷冻的食物是无法解冻的 所以冰箱起到了保温的效果 在这里煮沸的水泼到地上都会瞬间化成冰 这是因为这里饥寒的环境条件 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也变成了一个旅游生地 能跟游客都想体验一下 零下七八十度大约是一个怎样的体验 好了 今天就与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